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新加坡号张仪海军基地 试验推行包括脸部识别技术在内的基地智能安检系统 不仅可减少人力多达八成 也可以大幅度的缩短通关的时间 预料未来几年有望推行到其他的基地和军营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张仪海军基地今年2月开始试行脸部识别技术 原本15分钟的通关时间大大减少 不只是军人预计到了明年 需要进入张仪海军基地的公众也可以像我这样 事先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登记个人资料 之后便能够通过这个脸部识别系统 不到三秒就顺利通关 为了保障基地安全 基地智能安检系统采纳双重认证 访客必须带着预先注册的手机 加上扫描脸部才可以通关 如果有人企图拿着别人的照片进入基地 系统是不会允许的 脸部识别技术同样适用于开车人士 而以往需要25个人负责的通关设施 现在只需5个人 未来的军人人数预计会越来越少 这个系统能帮我们在张仪基地减少高达八成的人力资源 我们可以将这些资源转达到更重要的任务上 另外海军部队也同国防科技局合作 试行地理位置标签技术 我们关心的是它的可信度 以及它的安全措施 它能否超越我们所现在利用的系统 我们于是与海军联手 深入地了解它们的需要和需求 并创造一个真正符合它们需要的系统 地理位置标签技术允许海军人员 从指挥中心观察访客的一举移动 确保基地安全不会受到威胁